第五十二届东门外长会议在泰国召开期间 首都曼谷三个地点今早却传出六起连环爆炸案 造成四个人受伤 泰国警方证实 曼谷捷运冲暖湿站附近传出两次爆炸声 导致隔离轨道和后车站玻璃破裂 另外政府办公大楼也有三枚即时炸弹引爆 另一枚土制炸弹及时解除没有发生爆炸 警方事后封锁现场展开调查 泰国首相巴育谴责幕后黑手破坏国家和平下令彻查 由于东盟外交部长会议正在曼谷举行 巴育也强调将密切监控局势发展并加强安全措施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承认干案 字幕ai 编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